本节目由斯特东方韵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斯特东方韵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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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帅一个小帅哥 竟然是个老公 竟然是个老公 中文字幕由斯特东方韵赞助 就是说这个当然现在这个李爱也特别红 对吧 是吧 李爱 但是李爱你对网红是怎么认识的 我不知道大家感受的这个网红是啥样的 然后因为我之前呢还真的去主持过一次 就是关于网红节 就是类似于就是把还挺顶尖的一批网红聚在了一起 然后停了个奖 然后 真有我是见到那个观众席上卖 所有的人都在直播 那些网红 那是那可能是 比如说我也主持过类似于这个汽车发布会 那还是炒成一片 就是我在上面主持 下面一帮姑娘们还举着这个自拍杆 自拍杆 在那接着说 也有这样的 你说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冒犯 就是说你也是模特出身 对对对 你觉得对于比如说这个你主持这个车模 汽车模特的这个 对车模身材的要求和你的身材有差别吗 到底是车模还是网红 这得分清楚 先说车模 先说车模 它不太一样 差别别 是不是车模需要更丰满风骚一些的 因为像你这身形就是标准模特比较瘦长的 对对对 就是我还不够玲珑剔透 你像是这样子的 那个玲珑是玲珑 剔透没法剔透 他有时候那个他也挺剔透的 所以模特如果像我们这样时装模特最主要服务的是衣服 那车模呢他就是他要服务他不能说服务车 但他需要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关键点是要吸引眼球 让更多人来这个展台 像文涛这样的猥琐中年男的一看着就觉得哎呀我要买这么一个车旁边已经坐着一个这样了 你想想车展有多少个展台是同时开放的 你不像fashion show fashion show这一场就这一个秀 是吧大家坐到那静静的就看舞台上这些事 但是你车展多少个展台同时开放 但是你这么多观众进来 你没有办法 你怎么用更好的办法把观众就吸引到你这个展台上 特别而且大部分买车的还都是男性 所以对吧 只有靠你同行了 对对 所以他当然这招你说他高不高明吧 个人就是见仁见智 可能有些真不高明 因为来的看如果都看美女了 对于车他可能也没那么关心 他只是赚到了这个彩头 他不见得真的达成了买卖 所以这个事也有带商榷 小牧你觉得这个现象吗 就是中国的这个车展搞成这个车模选美大会了 日本宣传汽车会也是这样 也会穿得很性感 但是没有中国这么暴露 会请什么那个波多野街衣之类的 AV你又一般不会 但是他也专门 小来点多 不过想法宣传汽车 他会有专门的这种就是车模 车模单跟刚才 李爱 像李爱讲的一样 就是跟服装展示不一样 他主要是展示车嘛 那女孩子怎么信 他不是说想象日本是个色情大国 就是用性来表现的东西 但还是会有 就一定是很漂亮 该有的地方必须要有 我不是批评你们啊 就是服装模特儿有时候没有凶 反而更时髦 但是车模必须要有凶 我都不敢往哪看 车模必须要有凶 所以你看中国的车模 但比日本还夸张一点 几乎就没有那个罩子在上面 剔头剔头 就搞剔头的 就搞个沙挂的上面 那是吸引眼球 冯哥对这个很有认识了 我从来没去过车展 我给车代言过 但从来没去过车展 但是你是网红啊 那我这种过头也别一 咱们几个里边 我觉得要说目前来讲 最网红的应该算冯唐了 他是在网上 自身网红 网红 你就本来我都跟你说 我跟那个优酷的人说 我说我们这节目 这讲文化的多高尚啊 你们都干嘛不宣传的 不立推啊是吧 然后他们一看着名单 说哎你要多请冯唐这样的 我们就给你推 就是我们那个优酷的那个 那个粉丝啊 就是喜欢冯唐 自带流量这叫做 自带流量小生 对对对 现在这叫流量小生 哎呀真是 所以所以而且他不仅是 他是流量小生啊 他现在啊推出一个流量老蛋 我注意他的朋友圈 叫冯唐 冯唐挺有意思 就是他老是发 我发现你跟你母亲之间 什么 有一种特殊的情节 嗯 对吧 你可以先看 他整天在朋友圈里晒他妈 你可以看看 他把他妈也晒成朋友圈网红了 咱看看 你瞧 哦 哎 你看这头发 好酷哦 你再看下边 呵 你瞧这一个 哎 你瞧 哎呦 这家伙 老太八十岁了 八十岁了 八十岁了 能吃能喝能骂人 哎 哎就是你的妈妈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妈妈好像不太一样 挺开放挺崩放的 他门口人吧 嗯 他如果只是如果在早年就是散满教的这个教主了哦就是他语言很丰富嗯酒量很大啊他也很多呃我写的东西一些用词是来自他喝多了之后的一些小词 挺好的咱们知道创作的源泉是谁了这我也喝多酒鞋 哎 但是小时候他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是专横行的还是什么 没有他第一呢就是不管就是你爱干嘛干嘛爱看什么书看什么书爱做啥做啥不上学就不上学拿第一就一直拿第一就反正你就散仰哎 第二呢是我买书他给钱别的就不给钱 然后第三呢呃 天天家里就有点像这种环境是流水席总有十来个人在吃东西我爸就在厨房做饭就一句话不说然后他从那跟人摆上是那么吹牛逼我操作 哈哈哈然后说张家丽肠什么之类的就你你你你你发现就动力状态 越远直上就好像而且好像感觉动不动是啊能把你爸爸给打一跟头那种感觉的是吗 他倒不太动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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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打残了哈哈哈 我我爸年轻的时候真是小炫小炫手小帅哥 他就涂涂涂嘛后来我我妈老说为什么嫁给你呢后来我说你贪头人美的色哦哎所以你看他妈妈这种荡起回肠的这种啊哎 哎那也是但是我也给你看一个网红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做过实验的就都被废弃了录过一些节目因为那个小炫做那个样片做事片嗯 然后在深圳呢路过一回他们真给我找了一个网红网红从哪来的从惠州还是从哪我记不清了但是也能够达到百万的这个这个量的结果就跟我们坐一桌我说哎就说咱有觉得说网红好像是不是什么都不会也不一定也不是的他至少得会聊天真的会跟这网友聊天没错后来我说咱们这示范示范当时桌边啊嗯就跟我来这么一段 我说像这真的一样再拿手机试试哎你们想不想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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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效果非常好哎呦你瞧瞧我拍的哎呦机器拿高一点梨花带雨啊哎呀一脑袋黄毛啊好啊哎想现在直播开始One two threeHello大家好是蒋蒋娃今天又见面了我又来了然后你们是不是等了我很久是啊真的吗等了两天了真的吗嗯我今天呢就是跟那个老师们 我们去录节目了哦然后我们刚回来觉得哪个老师最帅呀我面前的最帅哈哈哈觉得哪个老师最丑啊我旁边的最丑啊都很帅都很帅都很帅好我现在送你个林宝基尼哇谢谢好开心啊嗯但是你得给我唱首歌嗯好吧那你想听什么歌你可以点一下对你爱爱爱不玩那就那要开始唱了随便一字两段吧好对你爱爱爱不玩 哈哈哈好了吧就是就这样一句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讲的不是这多好啊这多吸引人啊对吗比咱们节目好看太多了哎早期进凤凰就没你啥事哎作为一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你看到这种表现你打几分很放松很自然就他跟主持当然不一样啊就是因为我们主持的话他还有一个什么调度啊什么节奏啊啥他这个其实其实他这个难度有时候还挺高的还真不是有时候不是我们能干得了的事 他这个您这个其实对他来说跟他平时不太一样他那个平时应付的可不是一个人他应付的可真正是不知道是多少人哎他这样平一反过来他下面全是那个留言人家还有一些有一些网红的对但是有些还会有自己口号的什么上来是什么什么蓝宝基尼刷起来什么什么蓝色叫妖姬什么送出来什么我不太会啊反正就是还有口号先先走一遍口号然后开始跟大家聊天这种 但是这个分寸很重要小牧你能想象到我今天我还看见一个直播的一个女孩我不知道他那个说的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土豪啊就给他是真给了一百万反正他们就说是一百万我不知道一百万是他这种网络的那种代币啊还是好像是刷了我不知道准确的这个数字啊反正是几百量蓝宝基尼还是几百朵蓝色妖姬类似于这种他一个蓝色妖姬就价值几千块 所以最后是一百万就是夸一百万那女孩我你想就我要换我我也哭了哈哈什么都没落着这就一下子我的天哪一百万就来了这百万你说日本那个AV的那个女友那么体力劳动那大家才挣多少钱呢你这怎么比啊现在AV拍一部片子也就是10万块20万的日币哦日币啊日币啊太便宜了吧对AV女友10万20万日币是多少人民币啊因为现在因为网络的 影响性他拍拍影片的意见对很少所以他有一万多现在卖不出去的天哪要男的吗哈哈哈哈男的就更少男的钱更少而且男的只有百分之一是男AV嗯在日本这百分之一所以有一万个人的话你只有一百个人可以真正能能做出来的这种你像就今天的很多这个网红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脸啊不都说是锥子脸吗 什么蛇精脸对蛇精脸嗯但这个蛇精脸的这个美审美的源头有人说是什么我就不太懂了有时候日系的嗯是说韩系的嗯你你你你明白这个吗我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就但肯定是跟上镜有关嗯就是因为上镜现在我们都是16比9但是那个拍出来不是人都会胖一点吗嗯但是很多就是演员他上镜啊他好看的话他必须得瘦真人看特瘦你就得天独厚 上镜就就圆就圆起来了对他都有点偏稍稍宽一点对他还宽宽我上镜是胖的对我跟你说我就好多观众真见到我就会特别是老上年年纪的观众看见的时候妹子你真得那个你看你都瘦了我说我一直都这样只是上电视就胖对他就没胖对他就没胖拉着你的手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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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是好有可能是哈绝对我跟你说我 这 Secretary我们那就我亲眼见的就一个就是媒女记者采访一个那个老人家老人家真的是哦 huh一直在沙发上就这么说呀孩子装哎真不敢撤啊就一直拉手拉手绊震了整个采访啊哎呀 不是我就说小牧 就是他这个我想请教什么 你看好多女孩啊 打扮的就像那个卡哇伊 什么叫卡哇伊 可爱型 可爱型的对吧 人家懂日文的 对我就说日本的这个网络也很发达 好像网红是不是只出现的 就是中国显得最火的这么一种境界 不日本也有 但有中国这么厉害 没有中国这么普遍 但最近就在我这次来之前的两个星期以前 全世界放了一个视频最多的 叫Bico上 Bico是一个男的五十来岁 屁股上 对然后呢 他就打扮着华女胡哨的 戴着华帽子 他就把那个Pain Pain就是笔 笔和Apple Apple是苹果 在英文几个单词把它串着 就只不到一分钟的一个节目 他自己自拍的那种 然后在全世界现在点击量最高 连续两个星期 视频叫Bico上 当时我们可以再查一下 你可以把这个 但是日本有这种像我们说打赏的 没有 他能挣这么多钱 没有 你知道现在中国这个网红 这么点小女孩就是千万呢 年入千万呢 还是月入千万甚至是 我在日本有一个朋友 我还帮他做过一次直播 我带着他一起在歌舞剧中晃了一圈 牛郎店啊或什么 结果他现在不见人了干嘛 他本来在日本做直播 他现在回中国来了 当然了 因为投资他三百万 当然了 就像那一百万拿的一样的 其实你看到真人啊 我们太熟了 我真不觉得他漂亮 连他一半都没有 真的 但是他就是可以拿到三百万的投资 那你去能拿到六百万啊 我吓一跳 但我可能不具备那个能力啊 你要在日本那个环境 你一定会捏那个环境就给你了 比方说你去找找牛郎自拍一下 找找牛郎 然后跟日本的那些黑链 对 好像 你环境不一样 舞台不一样 好像是一份工作的感觉 找找牛郎 我就是说他们不能靠这个 在日本不能靠这个挣钱 在日本是没有这个 没有像中国在网络上 日本的网络现在连拿一个手机 去刷钱都没有 我看我在深圳的时候 上次去吃米粉 一个小米粉店 你都可以用手机在上面刷 旁边卡牌手都微信 对啊 你看都可以 中国已经发生了这么快 我都吓一跳 日本不是 苍典空都改盘了 所以他必须到中国市场来 苍典空是不是发了 就是对于在AV女优来说 他是不是在中国市场 当然因为他有流量 因为他有流量 流量空 流量小生说什么 流量小生说什么 说啥呀 你是网红吗 这网红其实不是骂人的 就是时代变了 从某种程度上 它只是一种存在 你要正确的看待 不要内心有很多挣扎 对吧 我特想知道 冯老师你觉得就是这种 打赏的这种制度 就是你觉得是什么心态呢 也没人给我打赏 我也没给人打过赏了 冯老师你怎么自个儿就把当成被打赏的呢 他们的意思是你是打赏的 所以我说我也没打过赏了 就是你觉得就是以你的分析的话 你觉得为什么就是这些会就是那么多人打赏 冲动性消费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豆温涛哈 你看久了觉得要不然觉得挺可爱的 对吧 那个比王老强好看啊什么之类的 有时候他挺可怜的唱着歌 拿你比一下吧 拿你比一下 我就假如说打个给他打个赏 然后他给你唱个歌 对吧 然后我要是一个老阿姨 我觉得哎不错 又觉得你又瘦了 那也给你打个赏 其实可能很多就是冲动性消费 但是你是你觉得他还是一个商人的 他不光是个作家 就是他投资啊什么的 就是麦克西什么麦克西 麦克西做过十年咨询 对你看我就说这个投资咨询 现在很多人就是今年 你现在就是经济你也知道吧 所以说进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说这帮网红经济大面积的坍缩崩溃 就是很多风险投资都把谁谁谁列入黑名单呢 什么的 就是有些人就说 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网红经济 就全世界独树一致 虽然别的也有 但是能产生那么大的经济泡沫 在今年很罕见 但是他们就说就速朽速烂 你从投资人的角度看 你觉得是吗 我觉得是总是一批一批的 它一个像一个金字塔 一大堆人进来想当网红 对吧 然后慢慢开始红起来 十万级百万级千万级 总会冒出来的总是少的 下面一大堆人总是往下掉下去 然后会有新的批涌上来 老子在 就比如说一个 就像一个品牌吧 比如三景空 十年前可能好多人不知道 那十年之后也不见得有 对吧 他在这本没人 就根本没什么 他是有这么一个品牌 从成熟到衰落 再有新的品牌进来 反正网红倒是一样的 小木你现在你这个跟风月场上打滚的人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中国你的祖国 现在是女孩的春天 赚钱的春天 以前我觉得日本是女孩的春天 对吧 对 因为日本有事情行业嘛 有AV嘛 可以公开的 而且合法的嘛 但中国因为没有 那是男孩的春天 没有女孩的 因为他能得到很多钱呀 天啊 那当然 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能挣的就尽量去挣 但是现在不是这个时候 是网络的时代 那变成中国的网络 反而比日本更加先进 你看 首先我们跨境电商 是中国搞起来的 那网络上去买东西啊 什么淘宝啊 什么京东啊 这那的 我还去参数过呢 去年 这是网络的 这个消费 这个东西就是 但可能 可能就是一阵 一阵时间过去 但能不能坚持三年五年 这不知道 那咱们现在说的 多数都是这种叫 秀场网红 秀场网红就唱个歌啊 跳个舞啊啥的 其实现在有一批网红 这个生意做的是真的很好 他们在淘宝上卖衣服 一个亿啊 颤值 对对对 李爱 这个真的是厉害极了 这是不是叫淘女了 那他跟淘 可能也有点这个关系 他就是本身自己长得 就是属于女生觉得好看的类型 哪些是女生觉得好看的 就他可能本身长 我不是吗 我不是 就他是那种 就是女生觉得没有特别强烈的攻击性 可能相对是可爱一点点的那种 可能蛇精脸就不属于是女生喜欢的类型了 然后他是女生也觉得他蛮可爱 是女生想要成为的那种 那种感觉 他同心看上去也喜欢的那种 你说的这个还真是有意思 就是说实际上现在是女性经济了 当然 就是你在找着 就是说满足这个色狼那一套 不好使了 而且什么叫女性经济 就是你看我现在跟一些女孩聊天 女孩就觉得咱们的男人都是傻叉 那是谁说对了 这女孩就说你们 你们觉得哪个女的看见你们 就眼里拔不出来了 怎么可能 他说 他说就是说 我们女的最会看壁齿 就是说 我说你怎么知道谁就是壁齿 他说 我都不用 我一眼就知道它是壁齿 这是我们女人天生的能力 他说你们男人就看不出来 我们一眼就知道那是个壁齿 你们全都扑上去 就是说 他就看男的全扑上去 那个人就是壁齿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那我可能不具备 您刚才说那朋友的能力 我还真是做不到 一眼就能看出谁就是个壁齿 我还真是不行 我揣测跟逢唐揣测的差不多 大概就是说 你看首先是不是比较性感 或者说 他会比较骚 没勺眼角的 白莲花是吧 那些圣母雕 你还知道了 我现在这么多了 但是你别说 你先交的也九零货 不不不 别拆我抬 我现在我知道 现在还有普尔表 你听说过吧 没有 普尔 普尔表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就是普尔表 他是普尔南果 就是这种 你能想到普尔表 就泡茶的 表感觉很 还喝亮翅 韩信三点兵 清雅呀 来了 茶盘给你一弄 然后这一套 摆个茶席 对对对 韩信点兵 关公寻城 做出一副 那个很清雅的样子 但是实际内心满是风骚 这叫普尔表 哦 我记得尽早 心机表 绿茶表你知道了 这绿茶表知道 对 普尔表 念个唐诗啊 背个宋词啊 去个台湾啊 这平台你们都知道 比我多清楚 你别装糊涂啊 他摆这些东西 有很强的气势感 别招呼 不是 我就给你探讨 就是刚才你说这问题 很有意思 就是说 这个网红 过去像咱们看到的 很多打赏一百万的 这个 这是吸引男人的 对 对吗 还有一票呢 是专门就是吸引女生的 吸引女生这部分的产值 就是它就是变成 比如说服装啊 然后化妆品啊 对的 对 然后 小孩的东西啊 对 孩子的东西啊 什么的 他这种就是完全变成了 这个产业链了 我知道有一个 就做的最大的那个女的 我觉得实际 她还是有这个 一种触觉 嗅觉 对 时尚的嗅觉 各个女的都穿上衣服 她在肩上照 但是这些女网友们 就觉得她代表时尚 就跟着她买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 她肯定是有 她自己本身能力的地方 就是她对时尚的触觉 跟这个敏感度 她知道这几件 比如说 我有这几个款式可以挑 我就知道这个款式 会成为爆款 那这个肯定是跟经验 你要干这行 你也是时装模特吗 对 你觉得你能把握住吗 就是 不好说 真的 这个真的是 因为有个什么东西 在里面呢 就是我们接触的这个 它可能相对是 时装产业的那个层面 可能在产业那一边 而不在顾客这一边 他们接触的这一票 他天天跟网友聊 你知道他们那个互动性 非常强的 他天天跟他的顾客聊 其实是他就成为了顾客的好朋友 他是非常了解消费者的 我不见得了解消费者 我可能更了解设计师 更了解时装产业的那一块 所以这真不好说 因为他已经特别明白 他的顾客需要什么 所以当他一看到这票款式的时候 我马上就知道 哪个款式明年能成为 我顾客里的爆款 他就可以先下单 他等于是帮着他的顾客 先下了那么那么多的单 然后他也能保证 把这些全部卖出去 这是一个好买卖 人家年收物过亿 我最近发现 在日本的街道上 各种就是像青山 戴观山 包括伊斯坦 好多中国小女孩 自己拉格杆 在那拍 对 他就是首先 因为中国还没有的 到新进国家 或者到日本 因为日本的服装 时尚 离中国很近的 都一样 黄皮肤 个头都长得差不多 肤色 然后那种形状 日本的设计师太多 所以跑在那里去自拍 所以他从那里 就可以发掘很多东西 所以现在很多中国 年轻女孩子 在那里买完东西 大把小包子 拧着我们店来了 坐在那里 两个拿个 我想他们两是网红 结果一份是长沙的 湖南长 他真是很有名 我上一个月 去长沙的时候 他突然出现在 两个人出现在我面前 哎呦 这两个怎么会来的 可能我发了微信 什么别的朋友 他本来就在长沙 很有名的网红 所以他们就是 到日本去取机 就发现这些 经济信息的前缘 找来 然后他再拿回来 干粮干粮 就变成他自己了 这也是不容易的 对对 是吧 他肯定有商业头脑 很努力的 还有他的商业头脑 你像 我觉得这个 现在有些人就是说 比如是像你像李爱 你从小出道 奋斗这么多年 是吧 这个薄金沧桑 就受尽气压 没有 真的才有了今天 对不对 我这是取经呢 我这是 身心 身心受到很多摧残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对吧 但是 我都不好接着话 你说 18岁的 18岁的 对吧 跨越入千万 你觉得这会对他的心灵 产生什么影响 很爽的影响吧 我都觉得给了他自信 如果在年轻的时候 给他自信 如果他继续好好的走下去 他可能更成名 更能挣得更多钱 不管他两年三年 我觉得他可能更 他们苦恼的 可能就是接下来 我该往哪儿转 你红了一阵以后 你现在我已经 这事呢 就有点 前两天 我们还在聊 他就是泰国的那个 他不是每年都有那个 选美皇后什么的吗 他也是一茬一茬的 这茬过后 那天戴军 因为他不是很熟泰国吗 他还说呢 他说那个 他为什么很熟泰国呢 他这泰国小王子 他很喜欢在泰国 泰国买了房子什么的 然后他就说 这个前几年的 这个皇后 都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 现在都大家只看到 新一批的皇后 这都一样 都是一茬娱乐圈 什么哪 其实哪个行业 都是一茬一茬的 那接下去往哪儿走 可能是他们更加 重要的部分 所以他这个文韬 能有另外一个生意 怎么能让他们变成长青树 可以咨询他们 因为文韬18年了 对吧 对 我这个靠的是老腊肉的 这个风干的劲儿 一股邪气顶在屁股 其实很多时候 咱们都是就是说 替谁替古 他们不是古人了 很多人都在 我发现这个成年人 就喜欢说 你看这些小孩 对吧 就是涂着一石的 这个什么 那将来怎么着 那红的就是红一石 其实你胭脂啊 对 谁知道 人家自己 不是人家自己不知道吗 我就是挣这个快钱的 我就是这一年挣了一千万呢 挣了一千万干什么不好啊 你想想那个就是您收入过亿的 这挣个两三年是吧 对 就可以嫁人了 就可以过他恋爱这样的生活 太仇傻了 就可以包人了 包人了 包人了 我够不上他那生活 不过亿的 你说是吧 但是你看这个冯唐 你对这个也比较了解 对吧 你说 我一写书的 你接什么 我就说现在网红的这个词啊 越来越多见啊 你觉得网红 除了这些小女孩之外 好像还包括很多 比如说你也算网红 当然 对吧 因为我文章写的太好 然后被传的太多 就是在网上比较有名的 那你说 王思聪也算网红 当然了 那你比如说有没有电视红呢 电视红和网红也不是一回事 对吗 不是一回事 其实电视那时候有电视明星啊 你还记得就是 最早的时候 电影看不起这个电视 但电视越来越影响力越大了 然后开始变成就是影视明星了 对吧 然后网络呢开始大家也都是看不起 包括写作的时候 说网络作家就好像相对差一点 现在这个概念就越来越淡 就是作家 其实现在的社会上看网红 小姑娘一下弄那么多钱 其实有点鄙视她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一个多元社会 什么东西都需要 她能快的挣钱也好 哪怕她就是 前面是有点性感也好 或者是慢慢用服装 用物质也好 哪怕她是短半年一年 我觉得都是合理存在的 我们应该去支持这种事情 就是草本植物也是植物 对对 我想是 社会上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那这个 就像在日本有AV女流一样 对对对 我刚才就想 你可能是对威女女什么元娇妹的代言人 不是不是 你觉得就是 咱们很多时候就是从这种父母教育这种 你觉得日本的这种小女孩 在很青春年少 甚至上中学的时候 对 跟中年人换这种圆胶 你认为都是存在的 也是合理的吗 那只要是在法律上 允许的情况之下 圆胶是属于自由恋爱 但是他如果是没有满18岁 你是多少年以后 发生的时候 照样抓这个男的 你再满了他18岁以上 他自由恋爱是合法的 要不然购物今天怎么会 几百一百多间 情侣酒店来干嘛的 一间里面至少有平均 20个房间 所以这些东西 他就是合理的 你觉得一个女孩在这个 我现在替国家教委考虑一点 就是一个女孩在 在他比如说十几岁的时候 有过这么一段经历 将来他成人之后 是可以完全 就当这个风吹过一般 还可以过健康正常的生活 还是说这事会对他心里 不会 我觉得日本女性 日本女性在这个方面 是比较开放也好 他找一个男的 比方说同时两人进情侣酒店 一人出一半的钱 我就经历过 我就经历过 你出了一半 我出一半 我后来变成我老婆那个 你老婆出了一半 你出一半 你老婆出了一半 就出一半 这情侣酒店的钱 不是我没听明白 你跟人去情侣酒店 开房的那个节 开房的你出一半 你老婆出一半 他出一半 你跟的是另一个女人 不是 就是我带的 比方说我当时带的女朋友 后来变成我老婆 OK OK 后来变成我老婆 我带了我女朋友 一起去开 到情侣酒店去开房 他说这个房 比方说一万块钱日币 他要出五千 然后你请他吃一顿饭 他要请你吃的饭 这说明什么呢 不是说我们男的去找开心 他也在找开心 这是平等的 明白不 说不清谁玩谁 对 那么知道吗 所以有小鲜肉 可能我我当时是比较小鲜肉一点 对 20年前 所以小鲜就没看过 现在看得出来 对 就是说 我觉得这种性男女是平等的 对吧 就不是说只是一味的男女就出现 女女也可以出现 还有一个就是 到了以后 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到了30岁以后 他真正要结婚 很多都做过人家的二奶三奶的 他老婆也知道的 嗯 一定要漂亮 嗯 一定要能说会到什么时都是 走走走走走 嗯 你看日本有个电影 日本有个电影 就跟他秘书跟那个老板在讲话 现在正在放着电视剧啊 哦 嗯 讲完以后舌头也舔一下的耳朵 还真的 哎呦 这么一个镜头 这个第二点 这就是秘书 你看你高兴的 你看你高兴的 你看 哪找这样的 你秘书 两边酒窝都出 就这样的 哈哈哈 镜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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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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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真的 这样讲 九 tek 那边看不到的 你这个想这么大个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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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是真的是这是 喝一杯吧 哈哈哈哈 我突然觉得日本好多元啊 这个社会 这很正常的 很正常 那还有一个我我再讲一下故事 我有一个我的我的前妻的一个女朋友 呃就他的他的闺蜜啊 跟一个跟一个老板跟了快20年 然后嗯 快20年自己40岁才结婚 就跟老板先死掉了 耳朵就给舔烂了死掉 死掉以后他每一年就给他烧香 中啊 还是有感情 这是感情 他他也已经有老公 已经有小孩 他每年到的那一天呢 一定会去烧香 哎哎哎 这是其实这是一种意 嗯 那有有的时候就是说 呃 谈恋爱男女两个人 爱情可以没有了 但是无情不能无意 爱没有了可能情有 情没有了可能意还在 对 对对对男的做得好 对对 主要有这女秘书 我也有这女秘书 我也给他烧香酒 好大点 哈哈哈 现在我知道现在还有浦尔表 你听说过吗 没有 浦尔 浦尔表 我现在就是浦尔表 他是浦尔男的表 就在我这次来之前的两个星期以前 全世界放那个视频最多的叫比古上 比古是一个男的五十来岁 我在日本有一个朋友 我阿邦的座位是直播 我带着他一起在斗定环卫圈 与优劳 看看应该如何 所以我把他走得开 你把他走得太快 尽快的 出担でした 我现在把你的 后面有人静的 我记得 你把这个 我记得 我记得 你把你 如果 你留不 你 你说 我记得 你 我记得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